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还是有几个问题 必须要解答 同学们 这两天就要回中国 要离开此地 第一个问题 他问 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 是不是马上可以回来度众生 还是需要等到花开尽佛 无声放口 这个问题 《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 弥陀非常慈悲 对于悲心很重的人 发愿殊胜的人 有特别的价值 如果是他发愿 要先度众生 后成就自己 佛也帮助他 只要跟阿弥陀佛见了面 就能够得到 弥陀本愿的价值 无论在哪一道 受众生 都不会迷失自信 所以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法门 也是自古以来 许多祖寺大德们 讲的男性之法 这个法 是佛在《一切经》里面 从来没讲过 一切诸佛刹土 从来也没有这些事情 唯独西方世界有 这个礼非常之深 四很明确 我们要相信 佛法是教育 而不是宗教 这是我们已经把它认识清楚了 佛陀的教学 跟孔老夫子的精神 完全相同 有教无类 也就是 对一切众生 平等教化 但是夫子 确实 他教学的范围 是在世界 而且只在人世界 至于 天道归神 父子常讲 是归神 而言之 我们讽刺他 但是 不能够 清净学习 这个语言呢 是这个意思 就是不跟他学习 而释迦牟尼弗的教学 范围就大了 虚空 中法界一切众生 范围广大而没有边际 这里面讲十法界 现在科学家讲的 不同维持空间的生活 那么 不同维持 到底有多少数目 没有人知道 在理论上讲 是无量数 而佛呢 统统都教化 佛有什么能力呢 佛不是说 他有能力 佛是讲的 每一个人 自信的 本能 我们仔细思维 他的理论 能够站得住 我们会点头 会相信 自信 真心 我们的真心 我们的本性 本来具足 无量智慧 无量的能 无量才艺 无量的向好 我们常讲 佛有三十二相 有八十种随行好 而实际上 佛讲的 在大臣经上讲的 佛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你本来有的 所以佛说 他没有东西教人 他教人的东西 全是一切众生的 本能 但是 他的本能 恢复了 他说 众生的本能 是隐藏着 有东西 把你盖 付住了 使你的本能 脱不出来 不起作用 无事 没有 确确实实有 所以佛看一切众生 是平等 没有高下 不但是 法门 平等 没有高下 常讲的 身 佛 平等 身是众生 佛是诸佛如来 身 佛 平等 性 相 一如 李斯 伯尔 这大臣经上 讲的经义 这是 事实真相 为什么世间 有聪明 有愚钝的呢 那就是你 盖父的烦恼 有轻重厚拨 不同 烦恼轻的人 智慧就高一点 烦恼重的人 智慧就低一点 造作善业多的人 相貌就丑陋 造作善业多的人 相貌就丑陋 这个境界 没有一定的 千变万化 跟我们身体一样 身体也是属于境界 这是相 现象 相随心转 随一个修行人 认真 断我修善 过几年呢 你看他相貌变了 相貌变好了 变得很慈祥了 说明他修行 功夫得利了 相随心转 境界也随心转 如果我们一个人 一生都被外面境界所转 这就是说 你会受外面境界影响 你是凡夫 你自己做不了主啊 你要能转境界 你不会受境界影响 你能够影响境界 这个人就是佛 楠言经上说的 若能转境 则通路来 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之后 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众生 别说到人间来 畜生到 卧轨到 地狱到 他哪一到都能去 他这个空间维持 全部突破了 他不受外面环境影响 这有功夫了 这个功夫呢 当然 一方面是自己修的 更大方面呢 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 使你横住念佛三位 你才有这个功夫 那么我们要问 有没有必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呢 是绝对有必要 所以我们肯定 西方极乐世界有 阿弥陀佛有 明末千苏 欧耶大师 别号叫西游道人 西方有 他真信 他说极乐世界确实有 阿弥陀佛确实有 所以他叫西游道人 这是我们要肯定 这是西方极乐世界 跟我们决定不同维持的空间 他是高维持 极高无上 他是把所有业切 不同空间维持 全部突破 所以世尊赞叹他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光中极尊 是赞叹他的智慧能力 空间维持全部突破 佛中之王是赞叹他的德行 我们对这个要相信 释迦牟尼佛决定不讲假话 而诸佛菩萨在世间实现 记住一个原则 必定是针对现前社会需要提供拯救解决的方法 这个对我们才真正有利益了 对现前不适用的这些理论方法 他决定不说 我们今天的社会 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我们要知道 这个危机 就是教育 彻底失败了 过去 世界还能维持一个想法 原因在哪里 全世界 对于道德伦理的教育 促获了 中国人重视 这十三一道经上讲 十分之一的人 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 十分之九的人 沾光 我们中国人口 在全世界比例 不止十分之一了 不止十分之一了 他说五分之一了 五分之一里头 有一半的人 接受儒家的教育 佛法的教育 这个世界 就能够安定 就能够维持 那么在这一个世纪当中 这一个世纪 前半个世纪 还好 我还受到一点教育 我在抗战期间 抗战是个戒心 抗战期间 胜利的之前 家庭父母 学校老师 还给我们讲一点 伦长道德 我们还受一点讯息 抗战胜利之后 没人讲了 所以现在人 不懂得做人 我们看到小朋友 他的思想 他的言行 仔细观察 感觉的很恐怖 三四岁的小孩 看电视 天天霸占着电视 他家里有 客厅有大电视 房间有小电视 他父母要看的节目 跟他不一样 父母叫他 你到你房间 去看你小电视 不 小人看大电视 大人看小电视 这种思想言行 我们听到之后 提心吊胆了 莫无尊长 他长大之后 怎么办呢 所以想象 他从小 就这样子来养成 小孩很可爱 现在是可爱 罢了就不可爱了 这是对于教育上的疏忽 所以二十年之后 三十年之后 外国宗教讲的世界末日 我很相信 这个问题 现在要不重视它 要不认真地想办法 来挽救 二三十年之后 这世界没救了 所以今天 学校教育不讲了 这个社会 这些样子 你打开电视 打开这些网络 里面内容是什么 啥到盈望 全世界的众生 脑子里都想起这些 这还得了吗 众业所感 大家都藏造物业 物业天天增长 果报就不可受识 世界末日 真的就到了 基督教讲世界末日 伊斯兰教的古兰经 也讲世界末日 佛教虽然不讲世界末日 佛讲有末法时期 有灭法时期 佛家讲善物果报 众善因得善果 造卧因 决定有卧报 所以聪明人 有智慧的人 在这一生 短短期间当中 要懂得修复 什么叫善 什么叫窝 必须有能力 有智慧 辨别 凡是利益一切众生 帮助社会 安定世界和平 这是什么 凡是利益 利益自己 利益自己的团体 损害别人 欺骗别人 这是我 我的果报 在山土 这有活病 人在世间 你能活几天 算你活上一百岁 也不过三万六千日 想一想 太短暂了 这么短暂的时间 去造作罪业 堕落在山土 那个时间就长了 不值得了 所以在这个世间 读圣贤书 学好的 受好的教育 必定要克服自己的烦恼 克服自己的欲望 真正发心 利益众生 你说 你要想回来 度众生 这我常讲 要度众生 是先度自己 你自己没有得度 你怎么能 度得了众生 怎样度自己呢 把自己的烦恼 吸气 全部改掉 就是度自己了 这个实现业道 就是标准 杀身 是吸气 是烦恼 我从今而后 不杀身 不懂这个道理的时候 常常看到 蚊虫 蚂蚁 苍蝇 这些小动物 在我们房间来干扰 有意无意 就被他杀死了 学佛之后 再也不杀了 他也是一条命 蚂蚁到这来 他也是来找东西吃 出来密实的 谋生的 他没有犯死罪 我们为什么要杀他 决定不可以 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对待他 慈悲心对他 我们要不时供养他了 他找东西吃 我们给一点东西 放在那个门外院子里面 他慢慢就到那边去了 以后他就不会再来干扰了 不需要杀他 不需要防范 不需要用杀虫剂 什么都不需要 我们可以跟他沟通 他有灵性 反而是有灵性 你杀他 难道他没有报复的心理吗 将来他得人生了 我们变蚂蚁了 他也来杀我们 孕孕相报 没完没了 所以这个事情决定不能干 偷盗 最容易犯的 凡是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 都是属于偷盗 有些人不损人如何能利己呢 这个观念就是错误 就是迷惑 他不知道利人才是真正利己 真诚先去利业众生 佛教给我们广修供养 广是广大了 没有边际的 对一切众生 我们尽心尽力 供养他 布施他 果报不可思议 我们布施这一个国家的人民 那你要是不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将来来生的果报 一定是在这个国家做过 为什么呢 你对他有恩惠 你要布施全世界 那你就做龙王 这个佛经里面讲的 这个佛经里面讲的 同治全世界的这个大王 世界的盟主 许多国家都情愿听你的教诲 都服从你的号令 从布施带来 你今天有钱 赚了很多钱 你钱是修的财布施 你今天有智慧 你过去生中修的法布施 你的健康长寿 是你修的无微不识 修什么瘾得什么苦 没有修瘾 说今天详尽方法去得国报 得不到 没有这回事情 所以干哪一个行业 说能赚钱 我不相信 哪一个行业都不能赚钱 你真正命里头有的 布施多的 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赚钱 命里有 你做那个事业 那是缘 你有因 因接到缘 国就先去 你没有因 缘再殊身 你什么也得不到 这些道理 四十真相 唯有佛讲的透彻 讲的明了 所以度众生 先要度自己 度自己 先要改变自己的烦恼稀奇 头一个要改的 把自私自利的心盖掉 学佛菩萨 佛菩萨没有自己 金刚经常说的好 菩萨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数者相 随类化身 我到这个世界来 就行菩萨道理 就是来度众生 度自己 就是度众生 因为你度自己 就做一个好榜样 你是社会大众的模范 是社会大众的榜样 让人家看到你 尊重你 效法你 向你学习 你就度了他了吧 你不能度自己 你决定度不了别人 你说的再好 人家看看你 不像吗 那怎么行呢 你看摄迦牟尼佛 诸大菩萨 历代祖师大德 他做一个榜样 给我们看 一生唯有修善 绝不足 只有利益众生 绝不利益自己 他知道 众生就是自己 利益众生是真正利益自己 所以心量要大了 这言语说的好 量大佛大 量小佛就小了 一丝一毫的善行 如果心量大 他这个善行就扩大了 就变大了 心量小 做再多的善思 果报还是小 它不会超过你的心量 所以头一个要把心量脱开 心包太室 量昼杀戒 遵守佛菩萨的教育 我们今天把神教归拿为五个纲领 我们很容易记 很容易学习 一定要很认真 努力 天天去做 那么他第二个问题 问题 释迦牟尼佛事先由玛默之报 去三天头痛 阿弥陀佛如果到这边来事先 是不是也有这个现象出现 这是教化众生 告诉众生 因果可畏 成了佛 不能说是 就没有果报了 过去造的我没有果报了 成了佛 果报也现起 也现起 他无所谓 他知道 这是还债 这一笔勾销了 非常快乐 接受果报 世间人迷惑 接受苦报 他不甘心 他怨天诱人 佛菩萨知道 也因果报 所谓事实 这个大修仙人 不媚因果 不什么有因果 不媚 就是对于因果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边 来说明天诺人 我会响 你不想说明天诺人 我会响 你不想说明天诺人 那是 你不想说明天诺人 有因为 有可能天诺人 那是 我会响 有可能天诺人 有可能天诺人 我会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